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他已28岁 别看张志坚现在一脸严肃 满脸皱纹 他年轻时也曾英俊潇洒过 留着一头飘逸长发的张志坚 周震的外表下透着帅气 很多网友看了张志坚的旧照后 都说很像冯绍峰 其实严格说 应该是冯绍峰像他 毕竟他年长一些 哪怕是到了36岁的年纪 他的颜值还是能打低 不过那时皮肤就显得有点粗糙了 当时影视圈可能也跟偏爱这种糙汉子 或许是颜值耽误了发挥 早年张志坚并不火 如今有了岁月带来的沧桑 反而契约不断了 吴刚饰演专案负责人徐忠 自从靠李达康一脚活起来后 吴刚就成了书圈顶流 但这次他没少被吐槽 除了因为脸浆 还因为带了老婆 儿子一起拍这部剧 吴刚毕业于北京仁义 话剧演员出身的他 大气晚成 29岁那年才登上央视元旦晚会 搭档郭达言小品 换大敏 很多人吐槽吴刚的双眼皮 像刚哥的 不过他年轻时双眼皮就很宽了年轻时的吴刚说不上帅气 但还挺耐看的 倪大红饰演犯罪集团大佬太叔 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他之前在战狼里演的黑老大就很深入人心 倪大红毕业于中戏 1985年就开始拍戏 他真的是天生显老型演员 当时才25岁 看起来就像35岁了 倪大红年轻时演戴就很明显 长相也一般 能考进中戏应该靠的是过硬的演技吧 如今倪大红竟才62岁 比张志坚还小4岁半 真让人难以相信 颜值是一回事 这些年来他已经演了多部经典 靠实力征服观众 李建一饰演辅助徐忠办案的记者 他跟张志坚 吴刚都演过曾经的暴剧《人民的名义》 李建一中学时代就是学校的播音员 后来考入上席 毕业后进入了国家话剧院表演功底没得说 李建一的第一部影视作品是《208客机》 当时他才25岁就长得很老成了 如今38年过去 他的样貌和神情几乎没怎么变 就是多了些岁月痕迹 李建一还演过老板《三国演艺》的成功 还是主要配音演员之一 大家对这个角色还有印象吗 演了近40年戏 李建一其实也当过男一号 但让他活起来的反而是配角 韩同生饰演狡诈的村主任李友田 是戏里唯一开车狂飙的角色 表演走浮夸风的韩同生 这几年演了很多老顽固不讲理的角色 这次饰演李友田算是不过不失 韩同生毕业于国家话剧院 早年以演话剧为主 参演的第一部影视作品是赵本山的《一村之长》 当时他已36岁 20多岁时 韩同生的样貌挺周正的 五官标志 在编辑部的故事里他还很瘦 颜值还过得去 但后来就渐渐长歪了 长相霸气的石赵琪 出道以来演了很多警察军人角色 这次让他演安长林 还是很恰当的 石赵琪是军人出身 当了八年海军 退伍后在由小刚的剧组担任过剧物 受由导赏时 演第一部戏凯旋在紫叶就当上男主角 当时他已28岁 靠这部剧 石赵琪一出道就拿下第五届电视精英奖最佳男主角奖 这种运气是谁也羡慕不来的 37年来 石赵琪的长相没怎么变 气质依然令人生畏 眼神依然是那么凌厉 就是脸上的肉变松齿了 看起来有些发福 大家看到让人恨的咬牙切齿的赵立东时 是不是觉得很眼熟呢 扮演者是报大志 曾在平嘴张大明的幸福生活里演张家老三张大军 还养过三国演艺的汉县地地下交通站的孙掌柜 报大志毕业于北京人艺 是梁冠华 宋丹丹的同班同学 1977年 15岁的他参演了第一部戏 后来就读书 演话剧 他演第二部戏三国演艺时已32岁 年轻时的报大志还是有点帅气的 那时的文艺圈就偏爱这样的脸庞 饰演曹队的好评 稍微年轻一些 才51岁 好评最火的角色应该是 《窝居》里女主海青的老公苏纯 近些年他不学戏拍 在很多热播剧里当配角 好评毕业于上戏 还在读大学时就开始演戏 19岁拍第一部剧《多梦女孩》 21岁拍第一部电影《女大学生之死》 当时的好评长得不帅 有点脾气 比较青涩 30年过去 他脸上的褶皱多了很多 黄标里张宋文演的高启强太出彩了 他终于靠这部戏彻底活起来 张宋文严格来说不算老戏骨 毕竟才46岁 但他的演技太精湛了 所以大家也把他当成了老戏骨 张宋文是影视圈最励志的典型之一 他早年干过各种行当 2000年毅然辞职 考入北电表演戏高职班 毫无背景的他 因是靠热爱坚持着 靠过硬的演技一步步突围 终于成了家喻户晓的演员 年轻时的张宋文 看起来有些羞涩文雅 书生气十足 就算当导游时 也是如此 这些年来张宋文的五官其实变化不大 只是有点发福了 但气质变化挺大的 青涩少年变成了沉稳大叔 以上就是狂飙九味老戏骨的珍贵旧照 大家觉得他们年轻时谁最帅呢 这些年谁变化最大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